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十月份的星座运势 不要忘记帮我们按赞 分享 开启订阅小铃铛 十月份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七月底到九月中之前 很多事情不上不下 反反复复 放心 十月没有这个问题 十月份所有的事情都在飞快的进展 所以我们只需要认真地面对它 然后赶快加紧脚步完成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么如果我们把星座想成 好像不一样的路或是风景 那么我们可以来聊一下 十月份的星座的一些转折变化 给所有朋友们参考 第一个十月份我们要注意的日期是 五日到十二日 这段时间很多行星换星座 比方说五日水星进入天秤座 九日金星进入处女座 十日冥王星顺行 还有十二日火星进入天蝎座 这些行星不断的转变 就好像我们开车 从城市开到山区或者是开到海边 那么这个地形的不同 人多人少的不同 很多事情开始要怎么样调整小心注意 所以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我们要注意的是 十月十五日的天秤座日时 这个日时是一个新的启动 所以如果你说老师 我觉得十月前面都没有什么事情变化 放心 十月十五日的这一个日时 就会有很多事情开始启动了 通常你很需要跟别人沟通 协调或者讨论 有的时候可能也需要去做一些退让 或者交换 那么再来第三个时间 就是十月的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 那么这段期间 第一个我们来到了上悬一月的期间 同时太阳从天圣座移到天蝎座 这个时期很多事情 我们需要加一把劲 或者是要突破一个瓶颈 事情才会更顺利 但是我认为十月份 另外一个大高潮 就是十月二十九日的满月 这个满月来得非常轰轰烈烈 事情往往会有好坏两极的发展 所以你会听到 很多人在九月好像没什么事 可是十月快到下旬 甚至到十月底的时候 忽然有好消息爆出来 比方说升官赚大钱 结婚生小孩 但是也会有一群人 可能在十月下旬 十月底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挑战 比方说可能离职 或者是亏钱 或者是有些不愉快 在十月二十九日 这个月时 这个满月的前后 特别容易发生 所以就好像我们开车子一样 如果你到了这个下旬的时候 发现状况不太对 有逆风 有不顺 有塞车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做什么 心态的调整 跟事前的预备 好了 那讲了那么多呢 我们当然看一下个别星座的运势咯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基本星座 也就是你的上升或太阳 在白羊座 巨蟹座 天秤座 以及摩羯座的朋友 恭喜你 这个月 你们的生活重点就是 开启一个新计划 当然也许你真的没有计划 你也不用担心 因为星象告诉我们 你可能在这个月呢 有旅行的机会咯 有学习东西的机会咯 也要做一个生意的机会咯 都会有很多的新开始 但是如果 你自己想要做一些计划 那我们可以把握星象 对我们有利的时间来做 也可能 当我待会讲的一些重点出现的时候 你就知道 它是个机会 对于上升或太阳在白羊座的朋友来讲呢 这个月你的这个重点跟机会在于合作关系 当然也包括了一对一的感情 所以可能这个月你有合作交易 或者是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跟别人讨论 然后呢评估未来发展的事情 我觉得很棒 因为它可能开始改变或影响你的生涯规划发展 再来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巨蟹做朋友 这个月呢你的重点是在家人家庭房地产住的地方的事情 比方说你想要买卖房子 你要搬家 你要装潢 你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 或者是你要独立出去住 也可能你成家立业了 等等的 你就是要把环境房子的事情搞定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也很不错啊 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要为了这个工作外派 或者是你要这个签户口的事情 你也会比较忙碌哦 但是会带动你认识或连结到不一样的新朋友 再来呢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在 天秤座的朋友 天秤座这个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月份 对你来讲 因为呢你很适合做新的计划 这个计划跟你个人的成长发展 或是知名出名度有关 比方说你可能想要变漂亮啦 改变外形啦 美容整容啦 OK的 或者是呢你想要呢做一个自由品牌 你想要独立出来创业 你想要好好的站出来帮自己做宣传 那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天秤座的朋友 你先想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 最近有什么机会 赶快把握住 而且呢这些机会往往会带来财力 可能是赚钱 或者是后面会有人投资你哦 那再来呢是上升或太阳在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月的重点就是事业名声地位 比方说工作上有新的机会 有表现的时机 有升迁有转值的机会 有人来挖角了或是你领奖了 当然也可能怎么样 你可能想要这个有一些创业的可能 或者是你之前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可以丰收了 所以被大家看到这些事情呢 不但对你来讲是好的 而且呢也会开始改变你 因为你开始更上一层楼了 你的思考你的做法还有未来的计划 往往都会不太一样哦 那当然呢如果你是关心爱情的朋友 因为10月9日精心会进入处女座 现在之前白羊跟天秤的爱情运势是比较好的 那在10月9日开始之后啊 巨蟹跟摩羯呢 当然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特别是可能会有国外的机会 国外的桃花异地的桃花 或者是也有一些进水楼台的可能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上升或太阳在固定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太阳在金牛 狮子 天蝎跟水瓶座 这个月啊我给你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就是你们要突破难关 这个难关呢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 正面就是呢其实你的努力已经差不多了 你现在就插最后一领路 所以你要突破这个难关之后呢 就可以大放异彩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呢 之前呢有一些小的摩擦啊 好像都没有解决掉 小的问题没有办法处理 但是要上不下 要下不下的 这个时候可能他会怎么样 因为一件事情被放大 被放大了就要怎么样 认真面对跟处理了喔 所以呢这个月份我觉得 你们就是要好好的去思考你们该怎么做 那么对于上升或太阳在金牛做的朋友来讲 这个月基本上是一个工作的好时机 也可能呢你有一些机会跟你的同事啊 或者是跟你的家人啊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 或者是你想要开始养生 治疗一些疾病等等等 但是重点是 在这个过程里啊 你会发现你会遇到很多的人 失误想要帮你 想要这个提醒你 或者想要加入你 那么如果你处理的好 或是把握一个机会 你往往会在这个时候 得到很多的帮助 甚至呢 诶 意外的 被人抬轿成长起来咯 可以留意一下 那当然也会有财务的好处 再来呢 上升或太阳在狮子座朋友 这个月呢你的重点呢 往往是在这有沟通跟学习 沟通跟学习里面呢 你当然就会需要怎么样 跟身边的人事物不断的互动 然后你也会发现 你可能在这种媒体上曝光 或是利用媒体啊 网络社交的一些机会 发表意见的机会多了 也是因为这样你会发现 身边的人就会把你的这些想法 或是表现不错的事情分享出去 很有可能 在月底的时候你就会爆红 那如果没有呢 往往也代表 你在工作里面好的表现 被人家看到 被自己人肯定 所以如果 这个十月呢 刚好有一些升迁 或是争取 这个升迁的机会的话 我认为是四座 可以好好把握的好吗 那有的时候你会因为家人 或是照顾家人的这种责任因素 所以呢 逼迫你往上成长 再来是上升或太阳呢 在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的朋友呢 这个月呢 是有一种从幕后 以往目前的一种特质 比方说你之前休息很久了 现在你要付出了 你要来上班了 也可能之前呢 你就计划 10月11月才是你重要的 发表啊 或者是工作的时间 所以之前你一直在准备 在工作 那么现在你就会站出来 开始更积极 更认真 或是更忙碌的 朝你的目标进行 那唯一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 因为你的个性会比较急 比较执着 所以在这个月份里面呢 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 不是那么满意的人事物出现 或是不是那么听你的话 因为按照你预期发展的事情 天蝎座在这个月 会有非常强大的意志力 你想要你有转他们的想法 你想要改变他们 那当然在这过程里 你可能成功 那你也可能怎么样 没有成功 所以就会有一些人际的摩擦 或是竞争 但是我必须说 如果你有智慧 你处理得好 往往在月底 可能会遇到好朋友啦 有贵人帮助啦 或是终于拿到一个协议 大家呢握手合作 发展一个更好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值得期待的 那么上升会太阳在水平做朋友 这个月有非常棒的旅行学习的浴室 当然更宽广的说呢 就是你有很多机会 跟不同背景 不同文化 跨地方的朋友合作或联络 那么在这样的机会之下 也意味着你的旅行运很旺咯 你的事业有开展到 不一样领域的机会咯 甚至如果你想要换工作 你有被挖角的机会 你有谈到更高薪好机 好的工作的机会 我觉得水平做朋友 一定要把握这个月份 那当然在这个状况之下 也会做一些改变 因为你有机会外派啦 或是转换这个公司啦 也许你的这个交通路径 你平常住的地方 或者是你的家里一些事情 你会跟着要去处理 因为你的人生方向 你的事业 开始做一些不一样的调整了 最后我们来看到 上升或太阳带 变动星座的族群 包括了上升或太阳带 双子处女射手双鱼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呢 我觉得应该算是呢 一种好坏福获相宜 但是你要能屈能伸 为什么 有的时候啊 一件事情你觉得不太好 但是你去做 忽然发现 哎很有趣耶 而且反而会有不错的收获 或认识很棒的人 那有些事你觉得很简单 你觉得这胜券在握 但你去做发现哎 没有这么简单哦 或者是它可能是一个烫手山芋 所以你也学到了 所以对于这个星座 我觉得这个月呢 你要慢慢来而且要有弹性 好在你们就是不缺弹性了哦 那么这个星座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上升或太阳带 双子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在这个月份 嗯 我觉得是属于一种玩乐 创意的运势 也就是说 你可能很多想法 现在可以实现 比方说你的创意提案 你想要参加一个比赛 你想要去做一个表演 或者是你想做一个投资 我觉得都很好 或者是你要照顾小孩 让小孩一个活动 想支持你的小孩 完成一件事情也很棒 但是这个月你会发现呢 很多事情 你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开头 但是真正做起来啊 忙死你 不过我觉得 选择你爱做的事情 好好投入 往往人在做天在看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后面等着你 这个收获是好的 或是有些贵人 你在你旁边 要准备帮助你 要提拔你咯 再来看到的是上升 或太阳带处你做朋友 这个月呢你们财运特别好 所以呢你的投资理财 我觉得是可以好好的看一下 要怎么样去做资产的重新配置 或是要加码 那同时呢因为财运好 所以你可以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你是上班族 或者是在谈薪水 谈薪工作 我觉得你有机会 谈到一个不错的 这个条件 第二个是如果你的工作 跟这个沟通交通教育行销媒体 甚至旅行出版业有关 往往这个月份呢 在这方面 你的表现非常好 而且生意也很旺 特别是你的守护心水心 也顺行了嘛对不对 所以广结善缘 然后多开裁员 我觉得很棒 在上升或太阳呢 如果是在这个射手做朋友 这个月份呢 你的重点就是广结善缘 那你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了 可是呢你这个月的 幸运的关键就是群体 你一个人做不行 你大家一起做成功 你可能一个人做还好 但你在一个公司 一个组织里面 发起一件事情 大家就做得很好 或者是有朋友帮你牵线啊 推广啊 一个事情就会非常的成功 当然当然缺点就是 来的人有的时候怎么样 好坏不分啊都有 或者是忽然很多杂事出来 那当然你要做一些选择 可是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 出来的时候 你去了解去参与去做 诶 你反而在解决问题或尝试的过程里 你的能力提升了 或是遇到不错的工作伙伴哦 最后是上升或太阳在这个双鱼座朋友 那么这个族群呢在这个月呢 有非常好的怎么样 偏财运 或者是说资源 你不一定自己很有钱 可是呢你借得到钱 你这个能够争取到 大家一起来合资合伙 或者是你可以叫大家 一起来做一件事情 你出钱你出利 你出什么的 诶 事情就会被做起来 那而且呢这件事情呢 往往呢也可能 做着做着聊着聊着 就会变成一个很正式的事情 大家要签约合伙咯 要谈国外授权咯 或者是说真的进入一个更正式的阶段 想的更长远 有未来性的事情 还蛮不错的 那这个月呢 这个上升或太阳在双鱼座朋友 我们可能在10月9日到10日的 这段时间里面 要稍稍小心人际关系 会有一些小小的挑战出现 你必须要谨慎的处理 但是如果你有耐心 我觉得后面就会渐入佳境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10月份的浴室 祝福大家呢 在10月份都有一个好的开始 那么我们下个月再见咯 拜拜